中文字幕提供 7月1日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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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武古城的風景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有這麼漂亮的海 海風吹過來很冷淋淋 所以在16世紀的時間 曾經有這麼漂亮的海港 吸引了很多日本海道來入侵 所以當時蓋了石頭城去保衛這裏 而蓋石頭城都是慧安女蓋的 這個環境這麼漂亮 難怪海盜要來侵佔這裏 這位是戚繼崗 崇武古城是他蓋的 如果稍為有留心聽書的朋友 都知道戚繼崗是抗窩名將 你有聽書 有讀書 倭寇即是日本海盜 在1567明朝的時候 福建這裏很多日本海盜出沒 當時的英雄斥繼崗就駐守在這裏 和築修城牆保護這裏的居民 所以有石像在這裏 這個崇武古城是現今中國唯一一個 保存得最好的石頭的古城 所有都是用花崗岩來製造的 而且已經有六百年歷史長 真的很實質 自從建建這裏城牆之後 裏面的居民便會安心地睡覺 要安心地睡覺 都要靠一群慰安女 輪流地在城樓上 24小時不停地看守 有他們在這裏 恐怕海盜都不敢來吧 我來到崇武古城這裏 我就發覺環境真是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又有我最喜歡的海 一望無際 這裏其實很涼爽 還有很多石雕看 很有特色 沿途一直看到 在我們前面很漂亮的海景 我感覺到 雖然我不會看風水 但這裏真的 你感覺到進來會很舒服 應該是一個風水的保地 大家有機會真的可以進來 吸一下這裏的靈氣 感受一下 你一定會很開心 可惜現在不是二月和三月 二、三月 甚麼事 剛才我聽慰安女說 如果二月、三月 這裏可能會見到海洩神流 很容易 那二、三月和你再來 好啊 不過海洩神流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倒是 來到崇歐古城 很多人想看維安女 看日落 等這個海洩神流 其實中國有很多值得來看的東西 大家不要等了 出發了 Cheers